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熟悉一部三生三世枕上书 在前阵子可谓是大火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关注呢 在其中高伟光饰演了一位帝君 因其霸气的性格 以及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品格 更是收获无数女粉的心 正是凭借着这部剧他人气大火 再接下来他也没有闲着 随后还出演了一部艾莎小姐探集 虽然目前还会播出 但是粉丝也是期待满满 此次在剧中他饰演了男主 可以看到身着一身黑衣的他 出于身高的优势 也让我们不难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 相信此次出演这部新剧 演技方面也会更上一层楼 而且除去演技方面 他的颜值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伴随着新剧的剧照放出 先如今他的曝光率也是越来越高 相信接下来凭借着这部剧 他一定可以收获更多观众的支持和认可 介绍完男主之后 小编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 一向女主 对方就是玛依丽 熟悉这位女演员 在现实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但是在工作中 她却一直一往无前 作为娱乐圈中的老戏骨 通过她的多年努力 也为我们带来了多部经典之作 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 在此之前一部《我的钱半生》 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位 为家庭与社会脱节的家庭主妇 通过她的精彩演绎大家成功被这个角色圈粉 由此可见 这位女演员对于角色一定是投入了许多感情 而通过网络透露 她在接下来这部新剧中 表现也是令人眼前一亮 据说刚开始给人感觉有点烦 但是到了后期 却给人感觉她十分聪明 有着女人的缜密心思 快速推进办过程也成为了男主的得力助手 虽然男女主两人是互相见不上 但是通过长时间工作接触 两人也是互生好感 通过联合 她们也成为了默契的工作搭档 此次新剧演员阵容如此强大 同时都是娱乐圈的老戏骨 相信这部剧在开播之后 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毕竟有了玛丽和高伟光 这样出色的有人存在 接下来这部剧一定想不精彩都难 不知道大家在看过小编的介绍之后 对于这部剧是否期待呢 对于此次高伟光和玛丽的首次合作 大家是否看好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 说出你对这部新作的看法和建议 小编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回复 具体内容就让我们等待新剧的上线 为我们接下答案吧 好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别忘记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